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来这儿我认识第一个朋友就是钟飞飞 我经常会有需要精神上的一些支撑 然后飞飞经常就是我可以倾诉的一个朋友 因为我来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酷狗 然后自从来到这儿以后开始接触了可爱这个风格 甚至做出了如此反差的行为 虽然说中文是我的母语吧 但是我这个人表达能力并不是很好 但来了以后可能这种采访录的ID多了以后 就慢慢地就学会怎么去简单明了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吧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了 大家要记得来腾讯威视为我撑腰打气 敢我有万丈光芒 哈喽大家好 我是顺色音2020学员的内省内心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在泰国里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朋友了 因为我做了很多工作 我没有时间交到朋友 但是来这里我交到很多朋友 因为有很多帮我 教我很多中文 我不喜欢减肥 因为我喜欢吃 但是来这里 我有很高的目标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想来好看一点点 所以来这里我减肥 因为我喜欢说 因为我喜欢说 所以我听很多 我学中文很多 感谢一直支持 这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了 大家要记得来腾讯威视为我撑腰打气 感觉有万丈光芒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陈卓旋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来到了创造营之后 第一次跟大家的见面会就看到了很多很多我的灯牌 所以我的创始人们给我的追随语撑腰让我特别的安心 然后现在也是你们的撑腰语追随让我能有一个好的心态 然后在创造营中一直努力下去 其实之前我也挺会表情管理的 但是唯一有一个 大家觉得很重要的表情管理我不会 就是wink 然后所以在创造营我就学会了wink 其实在创造营外面的时候啊 每天都能吃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不知道自己最爱的是什么 然后自从进入了创造营之后就发现 最爱吃的原来是火鸡面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啦 大家要记得来腾讯威视为我撑腰打气 感恩朋友万丈帮忙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0学院赵岳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加入了创造营以后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么勇敢 然后自己也会为自己去做一些决定 去倾听自己内心的想法 之前可能一直都没有get到那个糯米鸡的魅力 然后自从我到了营里面了以后 就觉得就食物非常缺席 特别是糯米鸡只能拿一个的时候 会觉得哇你如果今天不吃糯米鸡的话 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亏了 我可能就是没有大家那么那么的优秀 或者是有那么那么的有天赋 但是就是后期努力的话是一定会有回报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每个舞台 其实就是从一开始刚训练的时候 到后面在舞台上面展现的样子 是的确是会有不同的 然后也会受到一些人的认可 所以我平时是真的很努力的去完成每个舞台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了 大家记得来腾讯威智为我撑腰打气 赶我有万丈光芒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一锦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来这边真的收获了很多创始人的 撑腰和喜爱 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很多的鼓励 就他们对我来说好像 就像我的朋友那种感觉 每次直播什么 他们就会像朋友一样督促我 少吃点 要减肥什么什么那种 然后我表面上会说这都是什么粉丝 但是我其实心里面就很开心 成功不成功我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说我瘦了很多 然后今天那个张艺凡说 天哪一锦你都瘦脱象了 就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采访他一下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引人发笑的一个人 比较气氛宝贝 但是没有想到就变成了邪心 老铁的 双击什么料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了 大家要记得来腾讯威视为我撑腰打气 感谢 感谢我有万丈光芒 大家好我是创造营 2020的学员刘仙宁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们就是有四个教练 感觉就是相处不会有那种距离感 私底下就是每个教练都很可爱 然后也很逗 平时也会给我们准备一些 水果或者是巧克力 因为担心我们训练会不会太累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能够遇到 这几位教练 就是挺开心 然后也挺神奇的 因为就是能够跟他们这样近距离的看到他们 然后看到他们对我的一些支持 然后我也会收到了一些信 然后一一的看了他们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我前进的动力吧 因为我身后有他们陪着我 对 所以我一定要更加更加努力 笑啥 就是 我看 我看 偷偷笑了 怎么说呢 就觉得 什么时候就变这么憨了 给我起个音乐 音乐 我应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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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一直支持着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了 大家要气得来腾讯卫视 为我撑腰打气 干我有万场光芒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 许一阳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其实我在创造营里边我觉得 最大的几个收获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交到了很好的朋友 刘刑宁呢 就是因为之前也认识 然后在这里边就是加深了我俩的感情 其实我之前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嘛 其实我走到现在这一步 我觉得每一步 对我来说 其实都离不开 创始人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所以我越来越感 然后越来越自信 因为其实我一直就是以深色 就接近于黑色的那种头发 就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嘛 但这一次公演三 就说要染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我就染紫色的头发 对 没错 我现在头上这个是紫色 感谢一直支持着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啦 大家要记得来腾讯威视 为我撑腰打气 感恩 我有万丈光芒 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张亦凡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那一天很兴奋 激动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很合适很酷 然后结果碰到了姐姐们 姐姐们说我像杨果 就是我遇到的每个老师 都非常的鼓励我 对我非常的好 尽管我就是怎么都学不会 或者一直都唱不好 跳不好 然后老师们都会一遍一遍的教我 就觉得自己很幸运 很幸福 其实就是未来影里面 每天都有在努力 其实感觉自己有一点点进步了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感谢一直支持着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了 大家要记得来腾讯威视 为我撑腰打气 感恩 我有万丈光芒 感恩 好